人神四星角色 四大天王的三个阶段 第一 行秋 香灵 巴尼特和沙糖 早期四大天王唯一掉注的角色就是沙糖 自从万叶上线之后 沙糖的练势被无限放大 虽然都能聚怪 但是沙糖的聚怪效果 与万叶相差甚远 虽然沙糖可以减抗 增伤 为全队资光200点精通 但是聚怪染色效果不佳 让其成为第一个退位的天王 第二 行秋 香灵 巴尼特和九七人 在草神上线之后 九七人被玩家开发了出来 他与草神和行秋 组成了草行九 这是性价比超强的主门组合 即便没有草神 尼克兰和超主也完全可以替代纳西达的角色 因此九七人地位直线向上 在深渊中的使用率超过了50% 第三 行秋 巴尼特 九七人和巴巴拉 进入封单版本 尤其是弗尼娜上线之后 选戏群奶巴巴拉的地位也发生了大变化 成功反超了香灵 尤其是在萌新阶段 香灵的使用体验 并不及巴巴拉来的舒服 特别是有草系角色以后 随便组一套重门阵容 就能轻松打出过万的伤害 出到水神后盖上巴巴拉 水神后监察 � 也不是事